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乐有爱节目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相当的难得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非常的想念他 我们请到的是能歌善演 而且他的性情相当的温柔慈悲的表演工作者方几位 是 从1988年发现他第一张专辑到现在其实已经20多年了 那么最近他在手画他自己新的一张专辑 我们非常开心 欢迎方几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快樂想在愛好的願望 沒人可以疼開 彼得傷心 別跟坐坐你含意 大家都在替你歡喜 走在你後面當時的運高冠 走去唱會 笑嘴敬臨 走在我頭前 立東方 連日經世好心 方季偉是不是來跟我們談一談 你有12年沒有出專輯唱片了嗎 對 其實12年之前就是拍慈濟的戲 然後也唱了片尾曲 之後就差不多12年的時間 幾乎都在幫家人 因為爸爸生病 抗癌 然後我就在陪伴他 然後我還要去當志工 所以我都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對你的演戲 和音樂相當的印象深刻 像唱歌 音樂 你跟大家結了好多的歡喜源 這個對於你來講 生命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意義 其實小時候唱歌是為了家境 為了還債 只要唱歌就有錢可以回家還債 那以前打球呢被選上國手 因為國中就選上了 那又可以領到一些錢再回家 可能繳學費或什麼的 只要我覺得在家裡我是長女 所以功能性我都這麼的去進行 那只要可以幫家裡我都做 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到 我自己是如何 是怎麼樣 對唱歌對我來講 過去是為了還債 可是現在唱歌它 我希望有另外一則功能性 因為我曾經到對岸去 到內地去 他們說 方小姐我們因為你的歌 而娶到我老婆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我發現祝福是一種快樂的事情 那我就希望說 將來唱歌是不是可以找到 某些主題可以利益大家的方法 爝筠 祝好人好好哭毯你 看樂想在愛好兒願間 沒人會肯聽喊 他對相起 不要在跟擠打鼓利贏 大家都在替你歡喜 驚在人後面大事的輪胎冠冠 夜去唱歌 少坐驚靈 驚在我頭巾 入董榜 美女近世好心 大家都在替你歡喜 驚在人後面大事的輪胎冠冠 夜去唱歌 少坐驚靈 驚在我頭巾 入董榜 美女近世好心 放棄榜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談 我想你在不同階段 音樂對你的生命有不同的意義 在早期因為你大概三年級 小學三年級就出來幫忙家裡還債 負擔家境 所以那時候對於你來講 音樂的整個狀態 對你來講是一個很純重的負擔嗎 很大的負擔 因為我只學兩首歌 而且那兩首歌都是當時電視劇最紅的 譬如說梨花淚 一旅相思情 我就這樣兩首跑遍天下 因為我覺得背這兩首歌就好了 然後媽媽就帶我到處走唱 那媽媽生病了 就換爸爸騎摩托車帶我走唱 那當時家裡不好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騎摩托車出去嘛 那下大雨怎麼辦 爸爸就發明了說 那麼冷的天又下大雨 我教你一個方法可以取暖 保暖 那就是穿雨衣裡面塞報紙 風就進不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爸是雙子座 怎麼這麼聰明的爸爸 我就覺得我爸是科學家 然後騎車我們沒有手套會冷 他就開始這樣抖抖抖抖抖 我說爸爸你是在發抖嗎 他說不 我在練外單功 所以它是一個 很多事情都想得很開心的事情 不會讓我們覺得它冷或負擔 所以它也是報喜不報憂 所以雖然小時候家裡很貧窮 但是就是非常開朗的父母親 對 所以讓你也有一個很開朗的個性 對 我比較像我爸爸 是 所以很小就開始要分攤假期 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那個心情總覺得說 媽媽怎麼那麼辛苦 媽媽怎麼常常在流眼淚 媽媽為什麼一天到晚就生病 住院 然後都躺在家裡 然後我就要去學校便當沒有人做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媽媽一直流產 不斷的流產 沒有人幫他補 然後一直雪崩 很可憐 那個過程我都看在眼裡 那我就想說 如果趕快可以賺錢 我就可以分擔家計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推那個攤子 去賣那個紅茶菊花綠豆糖 到我18歲唱歌的時候 我還是繼續在賣紅茶 那我發生會覺得說 不要被人家看到啦 人家知道你是藝人 我說又沒有怎麼樣 那是為了家庭啊 對 可是後來你進了唱片這個行業之後 其實你是一戲就成名了 大家對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然後曾經也是好幾次的軍中情人 是 妳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那時候唱歌跟還債 可能就完全不一樣的心情嗎 那時候我還是還債的心情 還是 因為債務沒有還完 我會很緊張 所以公司一幫我排通告 我就覺得謝謝公司幫助我 然後我就趕快去跑通告 所以我一天差不多跑七八個通告 甚至腸胃炎都到半夜才去趕快看醫生 這中間都忍下來了 所以很多的苦都一直忍下來忍下來 然後東西不敢吃多 怕吃多上節目不好 那所以從來沒有發現說 什麼時候是紅 我都不曉得 甚至公司會給我們就是 試聽是 都不曉得你在外面成績到底如何 只知道說要努力工作 所以我常常都坐公車 有時候等到公車 我都坐在地上在等 連胡瓜走過去都嚇一跳說 紀維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我說我等公車 等不到等好久半小時 他很捨不得 所以後來他才知道說 我的家境是這樣 我上節目他們就很幫助我 如果讓我遇見你 而你真的年輕 用最真的心 換你最深的情 如果讓你遇見我 而我一人一起 也相信永恆是不變的曾經 如果讓我離開你 而你能平靜 只願你放心 也不要你擔心 如果讓你離開我 假裝我也平靜 就算是傷心 也當作是無心 時空足隔 旗幟長路迢迢 情絲纏繞 旗幟長髮飄飄 那紅塵素食的人 為什麼 總是多情人煩惱 本時應該化作 魚頭入海的胸肌 卻含著淚水 仍孤獨的飄離 本時屬於我的你 同把人生看盡 所以事實上雖然說 一直不是很順利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 很多貴人 各位談談就是說 其實生命中總有很多的低潮 你算是其實是很辛苦的長大 但是演藝之路 其實也不算走得很順利 雖然有很順利的時候 KV台南這個部分 你怎麼去經歷過這些打擊 或低潮的時候 其實在開始唱歌的時候 我只知道說趕快還債 可是延續天天 都沒有休息情況之下 還要帶新人 然後總共三年 我就開始病發了 還沒有生病之前 我說 我就只要這樣過嗎 我感冒生病都不能看醫生 然後天天都七八個通告 然後今天到哪裡到哪裡 我已經不知道我今天到台南高雄還是出國了 我每天一直忙 忙到就早上起來還趕快做運動 做仰物起座 讓我明天更有體力 我幾乎都這樣一直奔波 忙到最後發病了 就假狀現發現出狀況了 然後醫生說你要休息 你不休息不行 可是公司一直排下去 我也沒有辦法說No 因為家有合約在 因為我不懂合約要怎麼去進行 因為書沒有念很多 然後後來我就去面對那個 可能需要還債的債務的問題 生病被誤會的問題 可是因為我們從來不面對記者 可是公司對你做一些東西 我甚至在大陸還拿到那個 方菊瑋癌症告別專輯 我也嚇一跳 然後我就說 妹妹放心好了 我幫你簽名 因為我還活著 還活著 其實我會發現說 這個是不是叫我應該要休息了 是不是身體不夠了 還是因為不懂事而造就別人一直在犯錯 從你身上不斷的記取了很多的那個東西 那我會怪我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我應該要休息了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開完刀之後我就一直休息 然後再跟家人相聚 因為我開刀沒有讓父母知道 可是開刀的那一剎那 我媽媽嚇壞了 我媽媽嚇壞了 那我覺得太對不起她 她們一個月之內頭髮都白了 我才會 只是擔心她們擔心 因為她們高血壓 我不敢講 可是沒想到不敢講的過程 竟然讓她們傷心欲絕 那這是非常不孝順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在病床上 我就想說我要發願 我要好好學習佛法 報答父母恩 然後幫助我的父母 了解佛法 然後他們才不會一直掉進苦的想法裡面 對 妳在這樣子的一個高峰 然後有這樣子的一個重大的一個人生的風雨跟打擊 妳都沒有對人性失望 我曾經失望 是啊 我覺得那個 會嚇一跳說 全能信任的一個環境 它卻是害妳最深的 是啊 對 然後我當時有點過不下去了 因為她們製造很多的債務讓妳還 我說我家裡都沒還完 我又另外一個債務 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那時候我就說 啊怎麼辦 萬一被媽媽知道怎麼辦 那我怎麼辦呢 然後甚至我過不下去了 可是那時候我突然間想說 我如果過不下去 我的父母會更傷心 因為萬一痛失自己的親生孩子之後 那個父母是怎麼樣去過他後半生 後來我覺得我應該要勇敢 然後我不唱歌沒有關係 我可以去打雜 去做其他的事情 對 如果讓我離開你 而你能平靜 只願放心 也不要你擔心 如果讓你離開我 假裝我也平靜 就算是傷心 也當作是無形 時空足隔 氣質長路迢迢 青絲纏繞 氣質長髮飄飄 那紅塵素食的人為什麼 總是多情熱煩惱 本是雲該化作雨 投入海的手機 卻含著淚水 任孤獨的飄逸 本是屬於我的你 同罷人生可及 卻不願再去 願蒼天變了心 不願再去 願蒼天變了心 後來你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 包括陪爸爸在度過這個 後面的癌症五年這個時間 對 你就是都在家裡面 也都沒有出來做一些公開的一些演出 我覺得這個也很不容易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因為一個生病的人 他一定是非常恐慌 隨時希望看家人就在旁邊 但是他一直懷疑他是癌症 但是我都不敢跟他講 我說爸爸我們去做檢查好了 因為他膀胱旁邊開始痛了 他說痛到整個臉 我發現是綠綠直直的 我說我們去檢查 可是檢查他不對孩子說 只對我講 如果檢查不好不要救我 如果好的話再救我 可是我聽到的時候我嚇一跳 我說爸爸原來他這個時候是脆弱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應該給他勇氣 你花這麼長五年的時間陪父親的這一段過程 然後你去幫他去走完這個後世 然後對於死亡這件事情 你有更深的一些體悟 對於這一部分 你有一些話可以分享嗎 你對於死亡這件事情 我相信死亡是重生 可是當一個人很迷糊的過他這一生的時候 在死亡的時候他沒準備好是恐慌 對 所以我希望他們在活著的時候 面對死亡是屬於心是安定的 知道他有個方向感 所以在爸爸在往生之前 我是帶著他去走佛國 佛國之旅 而且還祈禱說一定要讓他走完 所以他走佛國之旅的這一段時間 他完全沒有 因為吃抗癌的藥拉肚子什麼都沒有 他還吃東西吃得很開心 沿路跟我們一起玩 一直玩 玩到回家的時候病發 他說我可能拖不過十月了 那我說爸爸不要這樣講 我們還有精神你就多念佛吧 雖然他們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身體發生什麼事了 他也知道我一直在隱瞞 但是我希望他活著的時候 永遠是快樂的 然後知道身後他會 我會怎麼幫他處理 他就心就安了 最好是在他往生前 他就安 之後他往生內山是祥和的 那我也請醫生就不要再急救了 不要讓他二次的痛苦 所以他的那個眼睛閉起來的 臉是微笑的 你真的很孝順 我覺得你真的很不容易 我還好 我就會想說 這個責任一定要盡到 而且我覺得你也很淡薄名利 對 就覺得好像這些名啊利啊 是 你都很淡然 是這個樣子嗎 是 在這樣的水雲燈下 你都不會被迷惑嗎 或者是 我比較不會被迷惑耶 對啊 我覺得說人生 每個人都像拿了一個波 只是乞討的方式不同 但是那個乞討的那個波 永遠 永遠 裝不滿 就像人的心 人的腦一樣 慾望太多 他的痛苦就開始 那自我升起的時候 他的痛苦就開始 別吃 別吃 想要知道太多 是一種別 別怒 別想駕馭太多 奴役的心 我們從愛情裡 體會鬆緊放大 那是柔中待見 生命就這樣 旋轉眼神平和 快不得慢不得 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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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太近 相互依偎 卻又黑白分明 我因為你 我因為你 才能那麼清楚看見自己 你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風起雲有 於是我們彼此相有 生命無常 別等曙光 長退營 兩左右開口 愛情來襲 別太急 先別來襲 最多愛做盡 想安安的到 想求聰明了 其實我們更是太急 在最近我想你一直也都是 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譬如說你也練瑜伽 也打太極 然後你也 美術也很好 然後你還是 國家代表隊的這個曲棍球 所以你很多彩多姿 其實 你常莫名其妙被選上 我都搞不成 被選上了 什麼時候 對我只是一個 一次只能做一件事的人 譬如說學瑜伽 是為了爸爸 因為可以搬動他 學太極是為了媽媽 因為爸爸走了 媽媽整個心放不下 我就帶著他練太極 然後讓他心情放鬆 因為這一輩子人太緊了 然後這些苦都太緊了 一直握著這個苦 又不能夠釋放掉 我就想說 用鬆柔的方式 看看可不可以讓他放鬆 我覺得很特別就是說 像你學很多的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你還會有一些延伸 像這次的專輯裡面 也把這個太極跟感情 各方面都做一個結合 對 你怎麼看這首歌 太極嗎 嗯 情世太極是不是 因為太極老師他有說 因為他是讀古文的 他說太極就好比一個情詩 他是很美的 只是說人都忘記你的身體 跟大自然之間的一個結合 他是一種企劃 很多人都練大肌肉小肌肉 可是他還是一種執著 應該要把他放鬆 我突然間想到 對 為了練伏地挺身 背爸爸 我的肌肉都受傷了 然後我忘記這個受傷 他是會有記憶的 那你如何把這些劃掉 那我就慢慢的練鬆柔的東西 然後也把這個鬆柔的東西 變成一種安慰 然後給媽媽一種愛愛的感覺 他就會覺得他是被照顧的 紀委我真的要祝福你 你一定要就是放下 這個小時候的這個 童年的一個情節 你要好好的為你自己而活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很精彩 非常的精彩 謝謝 你值得在這個舞台上面 還有你自己的生活當中 發光發熱 因為我認為你的個性 可以影響很多人 你的善良 你的慈悲 謝謝 我希望你能夠常常出來 結這個歡喜源 然後真正的活出自己的熱情 非常謝謝你來到這個節目當中 來跟你聊天非常的愉快 謝謝你 下次再到節目當中來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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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